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看水的状况可以知道 而且我们可以由楼阁的透视可以找出来 因为它们透视虽然不是非常的精确 但是你还是可以找出来 可以知道这个房子是冲上往下看 你也可以看到这块石头的平台 这个样子是冲上往下看 如果今天试点是从这么低 那么这个平台你就看不到这个平台的面了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的视频线大约在这个位置 它绘画的观察点是很特殊的 因为它把上面看到的 中间看到的下面看到的 它没有移动 它站在这看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眼睛的视野有限 对不对 你上面这个东西有多少 这个上面多少 你超过了三十度 大概就已经是不太清楚了 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看 哇 看山 哇 棒 看中间 哦 还有这个瀑布 一线瀑布 然后看下来 哎呦 还有那个人在 在那个挑着担子的那个僧人 再往下看有溪流 又还有这个行旅的这个旅队 你是不是都看了 问题是你的视频线改变了吗 你并不是飞到空中看一下 趴在地上看一下 你的视频线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摄影的时候 把往上拍 往中拍 往下拍 拼在一起 现在很简单 电脑一拼 拼成这样 那范宽他看的时候是怎么看 就好比这个山 OK 这个盒子是这个大山 这个盒子是中间这个山 这小盒子是前面这个山 那范宽是这样看的吗 不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的话 你距离这就很近 这比较远 那就更远 照写生的话 我们通常比较远的 就画得比较淡漠 可是你看他老哥 范宽老哥画的是 从前景到远景 它是一样的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眼睛其实到那三件东西的距离差不多 他好像是坐直升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注意看 我到那 我到那 到那 是不是 距离 它是一个弧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因为说 有的人说 因为黄金绿 因为上面占三分之二 下面占三分之一 不是这个 是因为这个点 这个点是你把远景中景跟近景可以在同等的距离当中去描写得清楚 而且这一点你可以把大范围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所以当观众站在这的时候 他重新回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就回到画家所拟的那个点 你觉得那山 你是在山当中 你不是在客观的看山 OK 你是在山当中 加上他的点 他所营造出来的中国的点苗派的印象主义 这非常重要 他之所以给你一个感觉 觉得大山当前 但是你又觉得这个山谷当中的空气氛围 有这种大气 让你有这个空气氛围 是因为他用了这些灵活的点